拒絕盲目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教頻道 門徒頻道 現在看到戰況非常激烈 現在是非常激烈的 死警察走過來 人踩人MCI來的 知不知道什麼東西叫MCI 你們有沒有人踩人 中了胡椒泡沫 有沒有中了胡椒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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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媒體 又去網會 誰當網媒 基督教網媒 是基督教 拒絕盲目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教節目 門徒公義 主持 Howie Ernest Eric Ma Eric Kod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要分享 讚好 訂閱和課金 上個禮拜 教會有很多新聞發生 真的很多 沒錯 今天也有很多事情要說 我們主要有三件事要說 牽涉有四個人 三件事四個人 第一 上個禮拜全國人大 通過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 有兩個人 衝出來 修改選舉方法 分別是 鄺保羅和梁煙成 另外 重道衛理教會的前會長盧龍江 幾年之前 失敗了個單 MeToo性侵犯 是的 他早前 事不衡 發了一篇文 給他 以前 教協眾會的前下屬 出文 反駁 打面 真是 真是瘀到爆 瘀到爆 最後 講一下 波道會恩福堂的唐主任 黎家喬牧師 一篇非常離譜的港道 事不宜遲 今天有很多事情要說 我們先講第一個題目 就是 關於全國人大通過的 香港選舉辦法 我講這個 鄺保羅 都應該叫他 鄺政協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聖工會教審 榮憂大主教 鄺保羅 上星期二 在北京接受訪問 就說 支持國家幫助香港 改善選舉制 選舉制度 只是管治工具 在不同的情況 用作幫助政府管治 並能夠以此產生 外國及有能力的人去管治 若能管治好 都對香港市民 國家 和世界 都有幫助 Erin 你聖工會 我問你 現在還可不可以 稱呼鄺保羅 做主教 因為他退休了 通常都會叫做 退休主教 因為那個訪問 一直都是稱呼 鄺保羅做主教 所以我聽說很奇怪 究竟他不知道 鄺保羅退休 鄺保羅被他這樣叫 他沒有反對 都是接受的 這點有沒有問題 其實不適合 現在的現任主教 是陳柯明 所以我覺得 那些人說是你 我覺得主教比較威風 我覺得是這樣 是的 我看過訪問 他沒有反對 任給人叫他主教 他都接受 我覺得真的不對 另外 第二樣有問題 就是這個決定是人大做的 鄺保羅是什麼 正協 正協 那關他什麼事 通常現在是兩會 人大加正協 兩會 那只有兩會 那應該是兩個會 其實他就不需要這樣衝出來去回應 他有命令 要告訴香港人 你去跟一些教友說 這件事是為香港好的 要大家一起去說些 騙香港人的事情 這件事就已經預料了 但我跟你所說 現在新的主教是陳柯明 是 主教有沒有出過聲 或者主教院有沒有表態呢 據我所知是沒有的 會不會呢 你覺得 我覺得是不會的 第一 陳柯明就沒有一些 政協的身份 他不需要政協的 教會就在一個 香港這麼重大的事項 他都可以表態的 那陳柯明相對來說 他沒有這麼積極 在政治問題上作出回應 除非國家要他 現在是用你了 你出來說一些適合國家的事項 他們就會說 否則怎麼會 站在香港人的立場裡 說這些人話 其實如果以前發生 康波羅還在做大主教的時候 應該不會發聲明 但可能同樣都是他在北京說些話 或者管浩明說些話 就好像代表了整個聖工會 但是現在他退了下來 他繼續出聲 但如果今次陳柯明 或者主教院不出聲的時候 其實就是 算了 你講吧 有你講 我也可以很清楚地說 在陳柯明之下的聖工會 其實跟之前 康波羅擔任主教的聖工會 就真的完全沒有分別了 我也同意你的觀點 我覺得 我看不到他們有這樣的Guts 去作出重大的改變 這件事就不花太多時間說了 因為接著真的要認真 招呼一下這個契弟 梁彥誠 這個真是生氣到爆 梁彥誠 上個星期四 在美國華語電台 在他那個爛鬼節目 叫做《時事觀察》 都不知道他觀察 我不說髒話 都不知道他觀察什麼 題目是說 中國重手對付 顛覆香港的行動 梁彥誠說 香港百年來都是英國殖民地 香港人一直接受 和崇尚西方教育和文化 早在主權移交前 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 啟動政改 引入直選 又再陪一批親西方人士 其實是想藉著香港改變中國體制 因為西方國家二百年來都是透過選舉控制世界 一旦香港有民主出現選舉 西方國家便能輕易操縱 因為群眾大都沒有受過訓練 一旦西方國家栽培政客贏得選舉 便會實施自由開放經濟制度 皆是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便會控制其經濟 中國不想被西方控制 所以便限制香港的選舉民主化 防止外國透過香港選舉 推翻中國政權 而泛民上年搞初選 說明要否決財政預算案 是顛覆國家政權 所以 中央不得不出手 嘩 好難忍啊 真是這傢伙說這些壞事 我也記得他忍得很辛苦 所以不用忍了 真的爆了 大哥 這麼多人死不見你死 我覺得三句形容了 梁殷成麻煩你 快點死 馬上死 他會長期病患 植物人 但是清醒的植物人 被鄺保留契弟一千倍 超出了 他不是支持這麼簡單 簡直是幫你想起一個理由 為什麼一定不可以 讓香港有任何民主的選舉 是用一個滑波理論 幫你作理論 變成香港就永遠不可以有這個民主 而且一定要把香港當成新疆 或者西藏 因為如果照他的邏輯 你香港人是養不大 長期吃這個英國的奶水 而西方是很容易控制這個香港人 控制到香港 繼而再去影響中國 控制到中國的民主選舉之後 再去控制你的經濟市場等等 亡我之心不死 即是他很安全 即現在在美國 或者北美地方 他完全是沒有想過 究竟香港人的將來 應該這麼說 他每一次做這些節目 不是做給人聽的 是做給爺爺去聽的 去表忠 但你想想梁彥石 你這些這麼垃圾的九流學者 你說這些話 抗保羅都叫做政協 梁彥石 政協人大都不是的 你這樣去奶 爺爺都不看你 快點去死吧 麻煩你 我相信他一定是有痛腳被人抓住 就是說他講的那些話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那些不是歪理那麼簡單 那些是絕對絕對的謬誤 即是快點死 馬上死 說真的 可以怎樣做 其實之前曾經在北美 有些聽眾發動聯署 就給他的電台 要求他開除他 或者炒掉他 那一定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那間星電台 是星島日報的 是在老闆的 是親中的 何柱國還可能想出來 競選特首等等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對付梁彥誠 所以我也再在這裏強調 任何香港的教會也好 機構也好 再請梁彥誠 講報道會 崇拜 講完等等 讓我們知道 我們門徒陪體 就一定招呼這間教會 連續化 我也公開在這裏講 拜託 香港的教會 不要讓我知道 你們請梁彥誠 如果知道的話 我一定會在節目 或者我們報道裡面 連續化 這樣去數照你的 嗯 報道會聽清楚了 不要再請他了 因為講報堂一壓到黑 都請梁彥誠回來 好 講完這個 鄺保羅和梁彥誠之後 我們就講第二個題目 就是這個 基督教協眾會的 前總幹事 曾經V2 性侵犯的 盧龍江牧師 話說他的 前下屬 助理執行幹事 曹曉彤 在這個月初 就在時代論壇 發表了一篇文章 就反駁 盧龍江 在去年12月的一篇 《教會處理性騷擾投訴的後續思考》 當這篇文章發表了之後 都在基督教宣徒的圈子 都引起了討論 但正式去評論這篇文章之前 可能有些信徒或聽眾 忘記了整件事 或者我們跟大家歪歪 先說回盧龍江三年前的事 先說回盧龍江這個人 其實這個人 在基督教應該可以叫做無人不識 因為他有很多公職 做到很高級 曾經是神學院的院長 也做到基督教協進會的總幹事 是 半職的總幹事 也因為這個性醜聞事件而被迫辭職 話說2018年的12月 盧龍江被控性騷擾 巡導衛理聯合教會 一間中學女職員 這個女職員向教會 投訴盧龍江性侵 於是教會成立一個 非常有份量的五人調查小組 記住這是調查小組 處理這件事 裁決之後 是認為這個性騷擾指控成立的 意思是說什麼呢 意思是證實了盧龍江性侵這位女職員 報告洩漏給傳媒 在2019年的2月 明報就是披露這件事 當時巡導衛理聯合教會的會長 林崇智牧師表示要追究竊物者 真是奇怪 在4月成立了一個11人的檢討小組 之前去調查盧龍江有沒有性侵 那個叫調查小組 現在想去幫盧龍江洗乾淨 他屁股的這個叫做檢討小組 檢討這個調查小組的處理過程 搞了一年之後 在2020年 即是去年的4月 檢討小組就發表報告了 認為這個調查小組的裁決 並未符合程序公義 並不穩妥 重點在這裏 魔鬼就是一個細節 只是說程序不公義 並不穩妥 不過是不敢去推翻他有性侵的指控 沒錯 然後盧龍江很威風地發表文章 說那個報告部分還我清白 上資詳細的事就看我們門徒媒體的報道 隔了幾個月之後 即是去年的7月 明報報道檢討小組的報告 基督教協進會助理執行 幹事曹曉彤和三位學者 就在《立場新聞》裏面 就這件事發表了一些意見 講出檢討小組的 去影響調查小組的那些結果 那些做法的不恰當 他們是有理有據去列出來的 誰不知這個盧龍江 真是屎不鬼之中的屎不鬼 在去年的12月 在《時代論壇》刊文章 一來批評MeToo 二來又說教會不會處理性侵事件 刊誓好似是說很多東西 其實是沒有意義 但最慘的是犯博犯邏輯 還有那些東西是站起一個性侵迷思 遲些希望有機會 就同樣在《時代論壇》裏面發表文章 就是在這個月的5號 其實兩篇文章都很長 我們節目今天 因為真的有很多東西講 我不打算逐點逐點去講完這兩篇文章 但握要來說 劉龍江那篇文章 主要是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有些人說自己被人性侵犯 被MeToo 那就去投訴了 但是被投訴的人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的風氣 很快又會被人標籤是壞人 就算未審 很快就已經先判了 結果被投訴的人 同樣都會成為受害者 你們覺得是不是很可憐 這是第一個 這些偷換概念 你不可以說沒有這樣的情形 但這不是主要的情形 第二件重點 他講的一件事就是 教會 教會不是一個執法或司法的機構 所以沒有這樣的能力 也不應該去處理任何性騷擾或性侵犯的投訴 這些東西應該交給司法或執法的機構 教會就專心做好牧養的工作就足夠了 曹曉彤那篇文章就用很多篇幅 逐點逐點去反駁盧龍江這一篇文章 第一件事你會見到 這個龍龍江是死不悔改 是啊 事情過了三年 他還希望利用重道衛里的檢討小組 那個報告是幫他推翻那個裁決 說明自己都是受害者 或者教會根本就不應該去查這件事 還要不斷地去寫文章反駁 這麼高調 你會看到這個人 真的完全不知道醜字怎麼寫 也不知道錯字怎麼寫 他很明顯就是那種香港的舊一輩 就是教牧那種形態 就是告訴你我永遠都是正確的 就像我們偉大的黨一樣 是正確 公明正大 沒有這麼溫柔的 他們的心態是這樣的 我是適合的 嗯 沒錯 真你在我身上的 我比耶穌更適合 是啦 勞龍江好過上耶穌 Exactly Exactly 就是這樣 我簡單回應勞龍江 詳細我建議大家看回曹曉彤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真的寫得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但我很粗屁回應勞龍江 剛才其中一點 他就說 教會就不應該做司法機構 有這些事情發生 就應該交給司法機構 就不應該處理 但龍龍江 如果教會真的不處理 直接去報警 或者直接交了評寄會 你已經死了 或者你今天已經在坐牢 就是啦 如果不是從道衛 你叫受害者不要去報警 說我們處理的時候 你已經死了很久 最低限度 心敗明裂 你已經坐牢 出回來 現在已經 你還在說風涼話 說教會不應該去處理這些 性騷擾 性心犯的投訴 你說什麼 你是這件事件 可以說是最大的得益者 說這些話 你傻的嗎 是吧 而且這傢伙 像你所說的 真的死不悔改 其實如果 去年年底 他不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就叫做告一段落 淡化了 淡化了 很善亡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上年七月 剛才提過 因為明報又再去有一篇報道 說了從道衛理 檢討少了報告 所以自然的平擊會那邊 曹曉彤又再寫了一篇文章 接下來就沒事了 其實那篇文章的對象不是盧龍江的 是那件事 是 就是事論事 也是因為有明報一篇報道 所以再撩起 這個就是新聞的flow 但其實七月之後 在主流媒體 沒有人再提過這件事 沒錯 基本上就叫做closed file 盧龍江是自己屁股 十二月又再寫一篇文章 去撩起人 而這次的主使就是 教會就不應該去做這些事 不應該去處理任何性騷擾 這些性侵犯的投訴 那你打爛曹曉彤和范碗 曹曉彤在揭造會 是在做這些事情 他這幾年就不斷宣揚 教會要做好這些防治 預防的事情 製造一個很好的手策 一些守則等等 你現在就說不需要 教會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那怎樣 你只是打爛人家范碗 那丙果是曹曉彤 我都生氣 說真的 我不立刻出來寫文章 反撥你 所以盧龍江 我覺得這個真是抵打 抵死 絕對抵死 而且你真的覺得很奇怪 阿龍龍那篇文章 其實他就說 我現在想說回過去幾年 教會發生這些性騷擾 究竟他是怎樣處理 他處理的程序 或者守法是否公平 他是用這個角度去出發 但很奇怪 由一個犯事的人 去做這些所謂檢討的工作 等於你幾可見到一個殺人兇手 還已經判了監 還在坐牢 出來跟你說 我都很想檢討一下 其實現在司法系統 整個法庭 如何處理謀殺案 程序 夠不夠公平 你去說這句話 明明太有公信力了 大哥 整件事沒有公信力 沒有人會信服 他所說的那些說話 他覺得自己變才好 你知道嗎 你看他上這個 新風台 你覺得自己多有變才 他有變才 但問題是他寫文字 他寫文字 很容易被人挖到 所謂邏輯不通的地方 沒錯 其實我也想說 他那邊最大的邏輯 他說他有份處理的事情 是未被處理的 即是他蓋了自己一巴掌 對於協助會做總幹事 曾經處理過黎明那件性騷擾 而那件事是不了了之 沒錯 那我就會問 其實你當時也是在衰緊的 有史是新的 那你在處理黎明那件事 夠不夠公平呢 會不會偏幫了突破呢 其實是可以去提出這些質疑 盧龍江這件性侵犯 即是當出了街之後 其實到今時今日為止 我所觀察到 基督陶或者報通信徒 最大的反應就是什麼呢 對啦 盧龍江色色 這人手腳不乾淨等等 比較忽略了 有三個其他的對象 單位其實是更加需要去留意的 第一就是從道衛里 剛才我們說的從道衛里 他是千方百計要推翻這個裁決 沒錯 他的行為的確有這個嫌疑 調查小組的多少人 調查小組五個人 檢查小組呢 十一個人 即是多利一倍 沒錯 我現在找多利一倍的人去查這件事 然後就說你這個調查是有問題的 其實我看過那份所謂檢討報告 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調查小組 基本上不是一個法定的組織 你們的調查過程 也都沒有這個司法 或者一個正式司法的程序這麼嚴謹等等 然後也沒有給盧龍江 有充足的時間去答辯 還有你們最差的是竊物 不知道誰把那份報告洩漏了出來 不是太好 講這些技術性的問題 但是最重要就是 究竟那個調查小組的裁決有沒有問題 就完全不敢說 只不過是在這些資節 技術上的問題那裏 就借題發揮 你要注意 這件事一定有重度為你的高層手狠 要不然就連這個所謂檢討小組 都沒有辦法去成立 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包庇 一定是高層的手狠 第一個對象就是重度為你教會 第二個要講的對象就是協眾會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過 上年七月和剛剛三月 曹曉彤這兩篇文章寫得不錯 在協眾會的網站或者面書 是沒有刊登過的 嘩 只是投稿了《立場新聞》 或者投稿了《時代論壇》 協眾會自己本身是完全沒有刊登這兩篇文章 協眾會就說自己很重視政別公義 教內的正議題等等 你們負責這個議題的曹曉彤幹事 他寫了這兩篇文章 亦都邀請了律師 或者一些封與藍的機構 或者大學的教授一起寫的 無論學術 神學 法律等等 都是非常有水平的 亦都符合了你們協眾會聲稱 說自己很重視性別公義的定位 那為什麼不去刊登呢 我完全不明白了 你們現在不夠人去更新的網站嗎 不夠人去更新的Facebook嗎 不是吧 那麼這個協眾會是真的 很有問題 還是你想包庇某些人呢 不如清清楚楚地說 肯定是包庇 絕對是 目瞬為 而第三個 我想很多人都忽略了 就是這個時代論壇 剛剛提過曹曉彤那篇文章 是多少號出街 這個月的五號 這個月的五號 但是呢 時代論壇呢 的面書 是在上個星期四呢 才發表這一篇文章的 足足是隔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 嗯 那我就要問了 為什麼呢 是不是因為很多稿件處理不到呢 就照計不是的 因為這一陣子教圈子 就不是說這麼多事情發生 還是說不記得了呢 也不可能 不記得了 你們的稿就不多 說真一句 現在都沒有什麼人投稿給時代論壇 說真一句 那麼究竟時代論壇 是不是想將事情凋淡了呢 等過了呢 然後呢 才發佈出來呢 嗯 那麼如果你問我的估計呢 是因為被人說了這篇文章的存在 所以他才要補飛的 我這個節目就很少說耶教二文錄的 耶教二文錄剛剛上個星期一 這個節目就說了這篇文章 哦 那麼我覺得呢 這次真的做得好 竟然呢 連我們門徒媒體都發現不到 是 那麼小友地要讚讚他們 嗯 那麼我自己的估計呢 就是見光死了嘛 暴了光嘛 那麼沒辦法了 時代論壇 唯有算了 那算了 發佈在面書吧 因為不發佈在面書 就不是那麼多人覺得 有這篇文章的存在 就會是最大的分別 沒錯 因為有幾何人會特地 這麼有神身 入到時代論壇的網站去看 說真的 所以這個時代論壇 本身都是有問題的 是參與如何去掩飾 包庇盧龍江這一件的醜聞 我們提倡這個拒絕麻木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其實所針對 不可麻木跟從的對象 不單止說 教目領袖個人的 其實也包括 唐會 以及機構的領導層 好像今次 從道衛理 協眾會 以及時代論壇 也有份去掩飾盧龍江 這個大人物的醜聞 所以大家真的叫做 不要亂供送這些惡人 以及小心提防這些機構 沒錯 好了 最後輪到今集的重點 就是這個 報道會音福堂 唐主任黎家喬牧師 近期 以及泛民初選47人 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名 以及緬甸軍方的政變 都令到很多人 關注無論香港 或者世界未來政局的走勢 黎家喬牧師 在上個禮拜日 教會崇拜的港道 亦都藉著這些事件 去抒發他對於政治 和民主的看法 你聽完之後 不可以不說 黎家喬是衰過蘇榮治 衰過蘇榮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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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逐句逐句 和大家去品評一下 究竟黎家喬他講 有關政治些的 話會有什麼問題 在這個2019年 哈佛學者 李維茲基和齊布拉達 編了一本書 叫做 《民主國家如何死亡? 歷史所揭示的我們的未來》 這本書指出 現代的社會 是不再重視 民主直以建立的規矩 以至民主逐步步向死亡 那本書說到 民主的基礎是包容和合作 但現今世界是步向單邊主義 先講到這裡 我聽到這個之後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黎家喬是否在講第二本書 但按照他就不是 因為他講到 PowerPoint 是打了那個書的封面 是真的在講這本書 但他所講的 和那本書完全是兩樣 這麼有趣 這本書我查過資料 是在2019年年初出版的 其實他是一本反特朗普的書 他由兩個哈佛大學的教授聯合著作 當然裡面很多是有些偏頗的 因為他為了反特朗普而反 即是否典型的美國左膠 很典型 還不是哈佛大學 是很偏頗的 我嘗試待入花這本書 去看黎家喬去講 我肯定他沒有看過這本書 是一定沒有看過 因為他講到 每樣東西都是錯的 這本書其實是講什麼 這兩位教授 他由南美國家的獨裁者身上 歸勒出有幾個特質 然後他就說 特朗普其實都符合這些特質 左膠是這樣的論調 但是特朗普竟然在2016年的時候 是獲得共和黨的提名 還當選了做總統 所以就有一個結論 就是覺得現在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很危險 美國有一天可能會變成秘魯 亞根廷這些獨裁國家 而這兩個教授覺得 特朗普可以成為總統 就因為民主和共和兩黨犯了錯誤 因為以往兩黨政治之下 其實政黨的高層就會開閉門會議 做一個所謂Gate Skipper 守門人的角色 在黨內初選之前 首先將一些 他很極端 或者他想的事情很危險 將這些潛在的候選人 把他篩走 即使用一些手段 讓他無法出線 寧願對方 對手當選 都不想被這些自己黨內危險的人物 有機會成為總統執政 但是這個教授就覺得 這次共和黨的元老疏忽了 或者他們沒有扮演好這個守門人的角色 結果就被特朗普當選了 其實就是整本書的主線 但是黎家喬在短短這句話 是說這本書說得錯了 作者是沒有說過 現代社會不重視民主建立的規矩 這本書是說 好像委內瑞拉、秘魯、俄羅斯 獨裁者上台之後 他們就會去打擊反對派 或者去做一個選舉舞弊 去收賣傳媒 收賣議見領袖 用這些手段 逐步逐步去侵蝕民主 令到他們這個獨裁的管治可以維持下去 本書是這樣說的 不是說到現代社會不重視民主 直以建立的規矩 還有 本書是沒有說過 民主的基礎是包容和合作 那本書是說 美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可以運作 是因為有兩項不成民的規矩 包括互相容忍和制度性的自制 所謂互相容忍 就是說 假如你的對手按照憲法的規則走 可以贏了 大家都應該要接受他的正當性 你要容忍 而制度性的自制是說 你贏了 做了總統 千萬不要在你得勢的時候 令到你的對手將來沒有機會去參與這場選舉的遊戲 即是趕絕對方 這個就叫做制度性的自制 而這兩樣東西是對當權者 是對政黨說的 不是對一般平民百姓說的 亦跟剛才黎家喬所說的包容和合作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黎牧斯也挺神奇的 所以我就說他是不是說錯了第二本書 我都騙了頭 我繼續聲援他 就算是民主國家 政黨也難以互相包容 只是互相攻擊 無論是美國的總統特朗普 以至俄羅斯的總統普京 他們都可以在憲法的權限下 不斷破壞民主的相容和合作根基 過去兩年 不但美國、俄羅斯如是 土耳其、印度、緬甸都爭相仿效 無論左中右都覺得民主已死 繼續在不修改憲法的情況下 回復更為單一的統治 就算在民主國家 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說法 就隨便在Twitter罵爆對方 將對方污名化 甚至鼓動暴力對付異己 我們看見美國國會山莊都受到衝擊 更何況緬甸仰光街頭 脆弱的民主在槍聲中扶諸流水 這些境況不是一朝一夕認成 而是社會的環境 造成人與人之間更加難彼此相容 這段說話也是錯漏百出的 第一點 為何他會將特朗普和普京 拉在一起說呢 兩個完全不同的人 特朗普有沒有像普京那樣 不斷修改憲法 令自己不斷連任、執政 現在是二十多年了 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紀 特朗普有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沒有 特朗普有沒有在選舉那裡灌票 整車整車這樣 令到自己去當選 去年那個選舉真的有發生選舉舞弊 但就不是他做的 因為他輸了 我就未見過有獨裁者去選舉舞弊 會來自己輸了 哈哈哈哈哈哈 武幣一個給自己輸的結果 哈哈哈哈 為什麼你會將他和普京 拉在一起說呢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輸了啊 他是輸了啊 你怪他是獨裁者 神經病的嗎 還有特朗普有沒有像普京那樣 拉了全國的反對派 將他困在牢 甚至要說他是流亡海外 沒有啊 是完全沒有啊 這個第一個就是 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事情 第二件事 黎家喬就說 民主國家如何 有些人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說法 就隨便在Twitter那裡罵爆對方 就說這個就是Donald Trump 應該是Donald Trump 而且在說其他支持者等等 兩件事 第一 Twitter或者Facebook 現在說的是 直接封鎖了 特朗普的帳號 不准他說話 究竟誰欺負誰啊 哈哈哈哈 說清楚啊 你不說我以為 是特朗普 封鎖了這個Twitter Facebook 現在不是說 是Twitter Facebook封鎖了特朗普 這麼奇怪啊 我真的不明白 還有第二 可以自由發言 罵爆對方 你認真想想 這個正在體現在民主國家才會發生 言論自由 對嗎 好像以前的香港 你可以唱所欲言 只要你所說的 不涉及毀謗等等 你都可以去說 現在當然不行 這件事正正是體現有言論自由 黎家喬 你知道嗎 你當然不知道 你知道的話 你一定不會這樣說 說真的 就像現在的香港 你夠不夠膽罵習近平 你罵的話 明天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了 可能不止封台 這麼簡單 那就不要說了 最後一件事 黎家喬認為 因為政黨或網民不包容 對於不同意見者 互相攻擊 令到 左中右都覺得民主已死 結果發生了美國國會衝擊 或者緬甸軍方政變 我要問一下 前面那件事 和後面那件事 有什麼因果關係 美國的國會衝擊 或者現在發生著的 緬甸軍方政變 和黎家喬剛才提到的 什麼左中右都不送民主 或者什麼網民 或者現在都已經很不包容 有什麼關係 我看不到有任何關係 好像現在發生著的緬甸政變 是因為軍方不肯放權 選舉明明是昂山素姬那邊贏了 但是他們不成 結果又說你舞弊等等 然後就軟禁了 是有人輸打贏要 不肯真正交權 跟那些什麼 剛才提到的 左中右不去送民主 什麼民主而死 有什麼關係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還有美國國會山莊 現在時候看很多的錄影帶 或者有些美國當地 一些比較小的媒體 當然不是左媒 是發覺 根本是左翼 那些左翼分子自己 自編 自盜 自演 一個所謂衝擊事件 去嫁禍特朗普 如果嫁禍到的時候 現在特朗普的彈劾 應該已經成立了 通過了 但是沒有 是沒有發生 是通過不到 可以還了 去清白 現在喬緊 你有沒有看新聞 或者你在看什麼 我完全不明白 我覺得欣福那些牧師 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經常都把那些東西 炒了一碟 國會山莊 不是由政府主導的 換言之那些人其實是沒有權 但是現在緬甸軍方那些 是拿著槍拿著炮 可以射下你的 那他怎麼會把這兩種東西 混為一談 就是不能類比 我們繼續讀下去 有評論家 看完這本書認為 自媒體的興起 人人都在媒體上 鼓動情緒 人人都在各自接受 豐富但不同角度的訊息 Google和Facebook 不斷提供一些 你喜歡看的訊息 以至我們看到的訊息 越來越單一 再說一次 有評論家看完這本書 認為自媒體的興起 是什麼 人人都在各自接受 豐富但不同角度的訊息 接著 Google和Facebook 不斷提供一些 你喜歡看的訊息 接著是什麼 以至我們看到的訊息 越來越單一 那究竟訊息 越來越豐富 有不同角度 還是越來越單一呢 你前面第一句就說 現在那個訊息 是很豐富 但在不同角度 但第二句 立刻就告訴你 不行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東西 是越來越單一 究竟是單一還是豐富呢 以精神分裂 對 他先說 人人都在各自接受 豐富但不同角度的訊息 對 第二句就說 不是 現在社交媒體 只是給你喜歡看的東西 所以你看的東西 越來越單一 那究竟是單一 還是不同角度 還是豐富 我是很少見有牧師 在一個講道裏面 在一分鐘之內 可以推翻自己的農點 是只有黎家喬做到的 大佬 是不是你寫的這篇文 但這個完全撞到白板聲 沒有可能同時發生的 沒有可能又單一又多元 沒有可能又豐富但又重複 完全不同概念 究竟做什麼事 看來黎家喬牧師 可以畫一個圓的正方形 還有第二件事 黎家喬批評自媒體 在鼓動情緒 我問黎牧師 你這一篇的崇拜廣道 在哪裏發表的 在YouTube 現在教會網上崇拜 你記得嗎 對 你用YouTube YouTube那裏有個欽福堂的頻道 然後這一篇的廣道 直到今天我看過 有一萬人次看過 大佬了 你批評自媒體 但你自己有個自媒體 你用YouTube 黎牧師 我們現在要先讀下去 2019年 新聞界 稱為 武大台 示威浪潮的一年 V殺面具 在智利 西班牙 以賴客 泰國 以印尼 大家都互相仿效示威手法 並且在網絡上 鼓動情緒 以至人與人之間包容日少 口頭和動武的威嚇日多 民主的失衡 如是著 世代邪惡的畫面 2019年 其實真的 全球很多個國家 都爆發過示威 都不單止我們香港 例如印尼 印尼都有 為什麼 因為當時政府 就要去立法 禁止這個婚前 和婚外的性行為 以及要立法 將這個侮辱國家元首 或者政府官員 將整件事 就刑事化 這些完全是開民主自由倒車 所以人們上街 結果是暫緩了立法 智利就簡單一點 智利就因為地鐵加價 智利是整個南美洲貧富懸殊 最厲害的國家 變成這些民生 地鐵加價 負擔不起 所以人們上街 抗議他長期的貧富懸殊 我要問一下 尼家喬牧師 你說的什麼 威殺 示威 鼓動情緒 這些是誰的責任 這些是政府的責任 很明顯 因為施政失效導致的結果 政府要檢討 沒有 為什麼你會把責任 去怪責人民呢 只是看到 那些人民上街示威 很暴力 在網上恐嚇 要動武 這跟兩年之前 剛才提到的抗保羅 或者香港教會 衝入立法會打破玻璃 或者打破銀行 那些藍舖 那些銀行 也是看著 這些東西 但對於那種制度性的暴力 或者政府施政的問題 就隻字不提 這些我們香港人是很熟悉的 是非常熟悉的 我們繼續讀下去 好 2019年 經常令我想起1948年 1948年 也是一個示威的年頭 當日面對王權貴族的權力 整個歐洲都陷入示威的浪潮 最後在武力的控制下 基本上得到控制 但引至後來民族主義的興起 也引起後來 導致死傷無數的二次世界大戰 我其實真的懷疑這篇廣告 不是黎家喬寫的 他剛才所說的 就不是1948年 是1848年 因為你想一下 兩次世界大戰 是在191幾年 和193幾年發生的 那就不可能是1948年之後 正常的人 應該會看得到這個錯誤 所以我很懷疑他招告讀 1848年發生什麼事呢 那件事我們叫做民族之衝 或者什麼人民之衝 差不多這樣 就是當年歐洲 包括意大利 法國 德國 即是前德國 那時候不是德國 丹麥 奧地利等等 那時候還在行帝制 那些國家 即是專權 但是當時歐洲人民就覺醒了 覺得這個帝制是不行的 加上當時的政治就是非常之腐敗 所以這些國家的人民 在那年裏面 是陸續發起革命 是要推翻整個帝制 是要求共和 勒憲等等 以及要爭取屬於自己的自由 或者權利 那一樣 同樣一樣 你要問一下 當年發生的事情 問題發生在哪裡 究竟發生在歐洲的人民身上 是太暴力了 就是搞破壞 還是因為這些帝制太落後了 又不肯放權 又專制 但是將政治搞到烏裏麻茶 問題發生在哪裡 即是黎家喬 如果你看歷史的時候 要看清楚究竟問題發生在哪裡 但當然你不會提 你連1848年你都說錯了 好 我繼續聲顯句 教會走過一條漫長包容和合作的路 我們脫離教會的制度 以至走在匯眾制的道路上 由這個教皇制度走向匯制制度 教會什麼時候走過一條漫長包容和合作的路 宗教改革打到什麼樣的 打仗的 教廠還要追殺馬丁路德 什麼時候有漫長包容和合作的路 合作在哪裡 合作一起追殺馬丁路德 他看的教會歷史 是不是我們正在經歷的教會歷史 我懷疑開始有萬德拉效應 我聲教會歷史 由天主教走向改革中 即是我們現在新教 充滿對立 有戰爭等等 什麼時候有包容和合作的路 我真的完全看不到 而且似乎從來沒有脫離過教會制度 他講教皇制度 即是由教皇走向匯眾 但我最不明白一件事 剛才說的2019年 說的1848年 他就批評人民要推翻專政 推翻帝制 於是就很暴力 在鼓吹仇恨等等 現在由教皇的專權 走向匯眾制 你又支持? 剛才反對人在政治上 要脫離專制 但現在你就贊成 教會是脫離專制 很奇怪 救命很矛盾 很矛盾 我看到這裡 我完全不明白 究竟是怎樣 變成我會覺得 黎家喬究竟是精神分裂 還是說他可以畫到一個四方形的原言呢 真是 真是不得而知了 我會覺得黎家喬 對於這個世界的農屬 其實是跟梁煙成一樣的 如果總結起來 他其實想講一個宋式 就是說 民主國家是有很多問題的 民主制度本身 也有很多的漏洞 現在的示威者是很暴力的 網絡上面 充飾了很多假新聞 或者很多的宋式 是煽動人的情緒 是很危險的 我們最緊要點 我們最緊要包容 最緊要有合作 他最推崇的是什麼 他雖然沒有說到 他推崇回中國 說真的 你想想 所謂包容 所謂合作 其實這些不是民主最重要的內涵 所謂包容合作 說得最多是什麼 是中國說的 即是兩會 人大 政鐵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去協商 其實在說這件事 這件事不是民主 這件事是民主協商 黎家喬所說的不是民主 是說中國式的民主協商 還有在黎家喬整個的講道裡 他這個國家 美國也說 伊拉克也說 西班牙 什麼國家都說了 他只有一個國家沒有講道 就是我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美國也說有問題 俄羅斯也說有問題 歐洲也有問題 南美洲也有問題 沒有提過中國 如果他是一個誠實的人 沒有理由 很明顯他是故意不說 然後就推崇中國式的民主協商 就是這樣 會是 而最令我生氣的是什麼 黎家喬那天 所查的經文 是這個 《加拉太書》 一章一至十字 大家知道 這十字經文的重點是什麼 是什麼 就是使徒保羅寫信 去勸誡加拉太教會 斥責教會的人 為什麼去隨從這個異端 為什麼這麼快去脫離 耶穌基督的正道 福音 去隨從這些異端 而且他就了那些全異端的人 就了他們 但這就是正正今天 現在黎家喬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你在講台上面 在教會的講談上面 在一個崇拜裡面 講很多錯的事情 錯得很厲害 明顯是完全是政治的任務 根本不是一些事實 有企圖去前面密化你的宋徒 和你的前任蘇穎智一樣 但你是比蘇穎智還要這樣 所以第一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提防黎家喬這種假教師 對於這些所謂教牧 唐主任的教導 大家真的要小心點 不要不帶腦去崇拜 拒絕盲目跟從 沒錯了 不要照單純秀 真的要想清楚去分析一下 經過自己的分析批判 第二 我們會繼續呼籲大家 參與這個集體抵制的行動 我們門徒 由現在開始發起 到五月底為止 所有的教會 是沒有就這個 四十七人案去表過態 或者好像這個黎家喬牧師 在講壇上面講一些歪理的 我們就抵制這些教會 包括 無論網上 或者實體崇拜 我們都一直去杯葛 不參與 以及千萬不要去奉獻 給這些教會 改為去支持 或者參與其他 真的有為公義去發聲 或者關注公義的教會 去參與歷崇拜 或者去奉獻 直到五月底 即是這四十七人 再去提堂為止 呼籲大家要繼續參與 這個抵制行動 沒錯 今天節目差不多了 最後我們有些呼籲 第一 接下來的禮拜日 我們門徒會舉行三月份的祈禱會 今次的主題 都會圍繞泛民初選四十七人案 以及現在的香港教會 大家可以上我們的網站報名 希望到時就可以見到大家了 因為這個祈禱會是公開的 任何人有興趣都可以參加 沒錯 如果我不信耶穌是否參加 都可以 沒問題 歡迎的 登記就可以了 二十七號星期六 我們門徒小隊 會去探訪的 歡迎大家和我們一齊去探訪我們的 無家輪舍 就是一些港島的露宿者 上我們的網 給我們資料 我們就會有人聯絡你了 第三 我們就招募聚會統籌 因為今年我們都會持續去發起 舉行一些不同的活動 包括剛才提過的祈禱會 多數網上 如果將來有機會恢復實體 都可能會有一些實體的聚會 我們都需要一些人手去幫忙統籌 擔任一些崗位 大家如果有這方面的恩賜 和願意去參與的時候 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那裡登記 然後我們就會有專人聯絡 借地方錄音 我們每一個禮拜都會去錄節目 我們需要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 可以進行我們的錄音 希望如果有任何的頂姊妹 你有些地方獨立的空間 可以讓我們在每一個星期五的 大概七至九點的時間 就是這樣去做一個安靜的錄音 希望你可以借給我們的 如果有什麼地方的話 歡迎你留下資料和我們聯絡 沒錯 好 今集到此為止 我們最後有個祈禱 好 親愛的阿爸天父 我們真的看到主要再來的日子真的近了 現在在教會裏面 真的可以說是一個擾葉重生的階段 所謂的學者 所謂的基督教名人 他們連最基本的謙卑認罪的心都沒有 一些大堂會高高在上的牧師 將尊貴的港台成為了 去服侍邪惡政權的講談 去用一些信息誤導付你的兒女 我們切切地尋求神你的公義 我們願道付你去彰顯你的公義 我們求你去知道這些惡人 他們這樣的行為是不符合神心意的 神求你去興起更多人 好像我們門徒媒體一樣 去指出他們的不公義 去敲起這個鐘 去讓人知道這些人 是將神的羊帶來去那條死路 他們是將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欺騙神你的兒女 就正如保羅罵 怎麼會他們這麼快就信了一些另外的道理呢 神向我們尋求你的公義彰顯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亦都為到每一個受到壓迫的弟兄姊妹 亦都為到每一個在這個疫情裏面受苦的弟兄姊妹 都獻上討告的 我們大家同身的討告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命求 阿門 請大家繼續支持門徒媒體 透過PayMe、PayPal、轉數快 或者百特通銀包 課金給我們